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出现咔啦咔啦的声音的话 等一下在练习的时候速度先放慢一点点 将双手往上提高我们吸口气 吐气手放下来 我们让手臂跟着身体一起向上 再向下微微的抬头和低头 带上一点点的胸口 最后两个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 最后一回请你将双手留在上面 将我们的大拇指跟大拇指扣在一起 吐气让手臂向前背向后 吸气往上提高 吐气放下来 我们再做几趾气往上 我们再做几趟向上 向下 试着让双手来到耳朵的旁边 甚至是耳朵的后面一点点 伸展一下我们的肩胛骨 再放松下来 再一个往上提高 往下放 最后一回请你留在上面咯 将你的右手向下 手来找到左手的手肘 轻轻的推一推 两只手扣在一起 掌心互扣 手肘尽量向下 让身体向右边侧躺 一点点就好 左边的臀部记得坐在地板上 我们在这里做几个深呼吸 吸气打开左手的手肘 吐气盖下来 吸气打开 吐气盖下来 你也可以想象 吸气的时候是头向后躺 躺在手的上面 吐气再稍微放松 再一个吸口气 吐气 让身体慢慢地回到中间 相反另外一边 一样先放在手肘的上面 轻轻的推一推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让身体轻轻的往旁边侧倒 右边的臀部坐好 右手肘打开 吐气盖下来 吸气打开 吐气往下盖 你可能会发现两边的手 两边的肩膀柔软度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比较紧绷的那一侧呢 我们可以多做几回 让它伸展多一点点 或者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点也可以 最后一个 很好 让手轻轻地放松下来 我们让眼睛的视线看向左脚 在这里轻轻地摆动我们的脖子 向右 经过中间 向左 两边轮流 每次来到中间的时候 头低低的让身体稍微松一点点 向旁边的时候再延展多一些 最后一个 让身体慢慢地回来 我们来到柜姿 双手掌心撑住地板 膝盖放在臀部的下方 吸口气打开我们的胸口 微微抬头 吐气圆背 腹部收 胸口收 下巴收进来 吸气向外延展 吐气拱背 我们再做两个 吸气延展 吐气拱背 最后一趟 吸气 吐一口气 将我们的双脚脚举头踩住地板来到下犬 两只脚轮流上下踩一踩 今天的这个下犬式呢 脚可以不用很远 我们尽量让脚跟能够找到地板 所以在这里呢 花一点点的时间 伸展一下你的小腿后侧 如果觉得还是太圆的话 可以调整一下步伐 把脚走进来一点点 让我们的整个脚掌 稳稳地踩住地板了 吸口气 将膝盖微弯 吐气肚子靠近大腿 肩甲骨再往下 同时把脚伸直 弯曲膝盖吸气 吐气脚跟上下踩 肩甲骨上下 再一个弯曲 伸直 很好 膝盖弯曲将两只脚 慢慢走进来 靠近双手 手顺着大腿 让身体站起来 我们调整一下位置 将双脚打开来 比臀部还要宽 膝盖弯曲从大腿 膝盖脚尖向外打开来 臀部稍微向后 我们在这里做几个往下蹲 吐气蹲下来 吸气往上 吐气往下 还记得刚刚坐姿的手 大拇指扣在一起 手臂往上提高 打开胸口 吐气圆圆的背 手从前面盖下来 吸气向上提 吐气往下盖 尽量让两只手 来到耳朵的旁边 或是后面 再伸展更多的肩膀 更多的背 最后一个向上 向下 让身体留在这里 手找到大腿 我们让右边的肩膀 靠近左边的膝盖 手放在大腿的上方 将你的大腿稍微的向后推 吸口气回到中间 相反另外一边 手把你的脚向后推 肩膀靠近我们的膝盖 两边轮流回到中间 请你吸气 牛转的时候吐气 眼睛的视线也跟着一起 看向后面 中间 相反另外一边 再一个 中间 右肩 找左吸 中间吸气 左肩找右吸 很好 让身体先回到中间来 再把身体慢慢地推起来 将左脚的脚尖扣进来 我们来到永续二 右膝盖弯曲 手掌心朝上 在这里先活动一下身体 向上提高 吐气往下蹲 吸气往上 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右大腿 它最低能够在哪一个位置 感觉到大腿在出力就好 不需要太紧绷 今天的主题是你的上半身 我们稍微停留咯 脚不动了 右手借我 找到左边的肩膀 左手轻轻地往下推 再一个吐气让身体往旁边侧倒 跟刚才做姿势一样的 脚掌稳定地踩住地板 将上面的肩膀和胸口再打开来 深呼吸回到中间来 手跟脚放松 我们相反另外一边 左脚打开 手掌心朝上 深呼吸背往上提高 吐气往下蹲 吸气向上 吐气往下 吐气往下 最后两个往上提 再往下放 准备停留咯 左手先找到右肩膀 右手找手肘 手先摆好了 还有空间的话 再让身体向右边 双脚的脚掌稳稳地踩住地板 如果你想要伸展更多 把头轻轻地上后 躺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深呼吸 让身体回到中间来 脚尖扣进来 两只手轻轻地甩一甩 双手掌心朝后 肩胛骨收 拳头向下 我们打开胸口 吐气让身体前弯下来 在这里膝盖可以弯曲 握拳的双手尽量往上提高 手肘不要太用力 让力量集中在我们的肩胛骨 再一个深呼吸 吐气把手轻轻地解开来 将我们的双脚 脚尖脚跟 慢慢地走进来 任何一只脚 先轻轻地跪下来 我们回到轻松的坐姿 将两只脚上下 或是前后都可以 轻松地盘坐 让身体轻轻地晃一晃 动一动 右手找到地板 左手向上 一样臀部尽量做好 将上方的左手 轻轻地往后打开 吐气往下盖 在这里动作呢 可能只是小小的而已 我只需要你感觉 在上面的这只手 打开的时候 你的胸口 带着你的肩膀 一起打开 再轻轻地盖下来 有的时候 你的肩颈酸痛 也会影响到你的胸口 甚至会感觉到 有一点点的胸闷 呼吸不是很顺畅 在这样的状态呢 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练习 小小的让身体动一动 很好 我们回到中间 相反另外一边 如果有盘腿的人 上下换脚 轻轻地上左边 臀部坐好 右手微微地往后 再往前 吸口气打开 吐气盖下来 一样感受到你的胸口 带着你的肩膀 一起活动 同时感受一下 你的呼吸 有没有因为这样子的活动 而变得更加的深层 你的呼吸 能不能够更加的顺畅 最后一个 先把身体带回来 再把头轻轻地上右 小小的只有动头 一样吐气低头 吸气抬头 伸展一下我们的脖子 如果你是比较常常 绕枕的人呢 也可以做这个练习 让我们的脖子呢 比较松 比较有弹性一点点 相反另外一边 头轻轻地向左 小小的活动 一点点低头 跟抬头 吐气 看向地板 吸气 看向天花板 最后一个 将身体回到中间来 双手互扣往上提高 吐一口气 打开双手 做完刚才的练习 身体的状况感觉如何呢 瑜伽不只是可以伸展我们的肩膀 我们的脖子 拉筋 同时它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肌力 更重要的是它有让身体重新排队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常常久坐或是久站 觉得身体卡卡的不是很舒服的话 不妨把你的瑜伽垫打开来 简单地做几个动作 让身体回到自然的位置上 相信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的